像這個綠化他都已經做好了 其實你自己想要種一些 你自己想種的東西也是可以啊 可以的你可以改的 只一改種到時候 對 那隔壁就是 隔壁因為我剛剛有看到泳池 那個就是隔壁間的泳池 只是我們 他最後這些客戶入住的時候 會把威力給蓋起來 對他一把那個Fansom蓋起來 就看不到對面了 是 OK好 非常感謝普里斯本夥伴Ivan 馬不停蹄 我們現在又趕到下一個 現在Broadstale為數不多 可以買的展示房 Jerry 你好 又是我 阿神好 OK 那這個房子面積大概多大 這是盧卡35 土地不到400坪里 380坪 那這個盧卡35的話 他的建築面積310坪 320坪不到 但是這也是符合我們一般民眾 一些一般的普羅百姓 可以接受的土地面積跟建築面積 在Vorshtale這一邊的話 400坪不到的這個土地面積是很普遍的 基本上都是這個大小 是 一直要到文房那種算是很大跌了 這間的話 OK 那回到我們之前討論的話題 那像這樣的房子也是需要 返租給開發商 對的 也需要返租給開發商 然後他的租金回報也是7% 7% OK 但是呢 之前 之前我們這裡有四套Metriko的展房要賣 對 一般情況下 我們買房子很容易想像的到 就是先從便宜的 性格比較的先賣出去 對吧 對 其實是反過來的 最貴的先賣出去 對 然後賣到200萬的那一套已經是最貴的了 現在就剩下這一套了 所以就是說 這整個圈在我們這三條街可以買的 就只有兩個物件 就不要說為數不多了 就只有兩個 另外一個已經有出價了 就剩下這一個 剛剛也有人出過價 但是他那個公司沒有批過去 所以還在 站上還在 對 我們算是末班車了 最後的兩個車廂 能上車就跟著上車 對 你不上車就 又要等很久 或者沒有機會了 完全 對 因為我知道好幾個計程商 已經把他的那個展房已經賣掉了 然後 所以的話 現在 你要住在這個復原區 的最貴的幾條街上的話 這是奉毛麟角的幾個機會了 可以這麼說 好 那麻煩Ivan的鏡頭 帶我們來看一下裡面的屋況吧 好 我們看一下 現在看不到這個外景的 它是一個 我可以想能看得到嗎 它是一個 Bitch Down 是 它是一個Bitch Down 這個是一個 一個 這個 Bitch Down最貴的一個了 RUKA可以選擇 FASAK最貴的其中一個 我看起來你這個地方 我看起來你這個地方是個邊角地啊 對 這是一個邊角地 這邊是沒有鄰居的 這是沒有鄰居的 好的 可以 好 我們這邊 首先樓下 現在做成了辦公室啊 它以後是那個車庫 會改回來的 一樣意思 OK 停兩台車的車庫啦 不過前面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前面的那個空地 實際上你說真的要停車子也是可以 歡迎有客人來的時候 真的可以的 那個是現在是那個駕駛 現在有要人來看房子 我們去抽一 嘿 嘿 有客人去 我們不要拍到他的臉就好了 我們不要拍到他的臉就好了 OK 行 那我們繼續啊 是 因為我們下午還有其他的房子要看 我們不趕快拍完來不及 沒辦法 對 OK 我們先上二樓啊 因為客人這邊在樓下 好吧 首先我們看到的話 這是他的一個升級過二樓梯 嗯哼 一樣 樓梯間會有燈光 然後窗戶一樣都是 讓這個樓梯間一樣有充足的光線 然後看一下他們上面的大吊燈 OK 我們先上二樓 我們先拍二樓 這次改變一下 策略 首先我們到二樓 二樓首先 這裡是一個我們的這個Living Room 嗯哼 第二個Living空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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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呢 他Living Room對著這邊呢就是他的一個 他的這個衛浴 好的 我們繼續看一下 這是一個很標準的一個 這個Megicon的一個設計 嗯哼 Edo的這個浴缸Buff 然後這個二十行米的這個 石桌 還有一個淋浴 這它是比較平民化一點 比較平民化一點 也是很漂亮的一個展房 OK 然後 然後我們拐過來 這裡呢 有一個儲物櫃 是用來 看我們 這個 冬天不用的那個床貝 好 先看一下他主人房 主人房呢 左邊是一個大概是 十平米一個樣子的一個 差不多 女生最喜歡的一個 對 女生最喜歡的一個 對 工藝間 那個Change Room 衣帽間 是 然後這邊是 主人房的一個 一個床 還有兩個很漂亮的 掉下來的燈 不喜歡這樣子做啊 展房 嗯 然後這邊是它的一個 雙洗手台 雙洗手台 然後到淋浴間 嗯哼 它一樣把淋浴跟那個馬桶 分製在兩個不同的位置 對啦 它也分製了 因為放在一起 會有時候不好使用的 嗯哼 你看它這裡 就沒有 對 它這裡就沒有 把這個床貼到 牆上貼到底 這種豪華的裝備 OK 你看 然後它這邊 但是還是很漂亮 它這個是800x800 因為750吧 準確來說 750x750的這個Postment 貼到頂 OK 是很大氣的 是 因為 MATRIC款是用750x750的 它沒有800x800大磚 OK 那我們走到另外一邊去 另外一邊就是它的三個 小房間 好 OK 它的一個房間 它這個房間又沒有 剛才那個 另外一套的那個大 它這個大概有10號平米左右 不過這也是標準的啊 這都是標準的啊 對 也不能說它特別小 它只是跟剛剛我們那個 五個房間都是 透間的那個房子不一樣而已 但是這個是標準的 對啦 這是一套的 對 然後它這裡呢 一個很周到的一個 他們的一個設計 他們從那個 樓梯上的拐角啊 做成了一個小的二樓的一個 電腦間 你可以在這邊 對工作 或者喝喝咖啡什麼的 這個就把空間利用到了頂點了 是 它這個傳套房子都裝了這個刷卡 嗯哼 傳套房子的刷卡 看到這種 二樓這種小窗戶 他們都裝好了刷卡 你看 這個 影視性 跟那個 陽光都是 做得非常好 它這邊是它的 OK 獨立出來的 獨立出來的 而且它這邊也做了一個 洗手台 OK 很漂亮 對 第二個房間 第二個小房間 好的 這個比較像小男生的房間 對 OK 它這邊的櫃子是用鏡子 OK 鏡子做這個 這個門的 對啦 嗯 這個當地人是喜歡的習慣 是 比較不會佔空間 對的 不會佔空間 好 然後我們在這邊 再看一下它另外一個小房間 所以它這邊啊 樓上 也是一個五房的結構 OK 你看 最後一個第五個小房間 所以表示是樓上四個房間 樓下應該還有一個套間 才對 樓上是五個房間 樓上是四個小房間 一個套間 他把房間都放在樓上 OK OK 這是第一個 OK 走到這邊 第二個 那這邊第三個 OK 他把樓上的空間用得非常充足 一點浪費都沒有 這個是挺好的 是 他就比較溫清一點 不像那種大豪宅那種空空蕩蕩的感覺 嗯 那就是第四個 然後這邊是他的主臥 第五個 他的主臥都在樓上了 嗯 了解 不過他就是盡量把這個空間 就是睡房 臥室的空間全部集中在二樓 樓下就讓這個客餐廳 然後還有後院規劃大一點 這個設計已經算是很厲害了 對的 對的 所以metricon的這種布局跟設計 都做得非常完美的 可以這麼說 所以人家成為澳大利亞最大的建商 這個別墅最大建商是有這個原因的 然後我們從剛才走進來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先派了二樓 拐腳這邊是車庫進來的門 現在辦公室 然後拐腳這邊就是他的一個樓下的一個 就是Puzzle Room 是 他也把那個行李床和那個 衛生間分開來 是 兩個獨立的分開的一個空間 很好 嗯 對 很好 我們走進來右邊 這是他們的一個 或者另外一個 第二個客廳的感覺 但是呢 如果現在已經建好了 我們不能選擇 如果是在建這套房子的時候呢 這個空間 跟這個 衛生間 它有一個選項 就可以把它連通的做成一個主位 我懂 在樓下可以多選擇 對 可以多選擇一個主位 這是他一個metricon的一個 選擇 但是已經建好 就不能這樣子了 不能再改了 然後在我們的樓梯隔壁 樓梯隔壁呢 就是他的洗衣房 好 了解 下面就有洗衣機跟乾衣機的空間 對 那是洗衣房裡面還有前框 這裡還有大概三個平米的地方 做你的儲物空間 了解 收納 所以他收納天 對了 然後我們走到這邊來了 就是他的一個 這個也在這裡 這個是他一個小的feature wall 看不清楚 好 我們走到這裡面 就是他們的飯廳 就是客廳 這是他們的飯廳 對 客廳 然後呢 我們先看一下他廚房的配備 配置 他的廚房是非常溫馨的 後面你能看得到外面的外層是一個主子 對不對 然後我們這個中導台 是有過特別設置的 中導台它是一個木的這種感覺的一個頂座 然後上面加了一個四十零米的這個 這個 嗯哼 這是非常貼心的 然後也是GAS COOKING 這些都標配了 是啊 都標配 嗯 你看他的空間使用 而且這些櫃子 做得非常非常好看 嗯哼 櫃子做得非常好看 這個系統櫃的面板很像這種 那種布里斯本最標準那種 漢普敦式的這種白木條 很香春風的感覺 對的 OK 好 然後他特別呢 還有一個他們這裡的廚房的儲物間 它有兩個了 可以說 這裡是一個準備空間 是 然後這邊是他們一個冰箱的位置 然後我來講 還是他真正的這個 秋風的儲物間 嗯哼 把儲物間跟冰箱 躺在另外一個空間 對的 OK 所以你看起來的話 就不會很多 那個家電 都看不到 對他們都躲在裡面 像你這種咖啡機啊 對 麵包機啊 那種的話 藏在這個小角落裡面 對吧 我們在看完之後 看你的房間就很整潔 是 就很像那種 就是淘宅那種感覺 嗯 這個都是完全站在 以自助需求為設計出發點的設計 才會這樣 對啦 我們這裡呢 他的小細節又來了 這裡呢 是一個他的那個 Outdoor and Festo 對 這裡呢 你就可以跟平時 跟朋友啊 客戶啊 喝喝茶 對吧 聊聊天的一個地方 挺舒服的一個戶外空間 嗯 他這裡呢 就加了什麼呢 他這裡加了一個 我們叫做Paintation的 Grand Outdoor 嗯哼 那什麼是Grand Outdoor呢 他Grand Outdoor就是 一個 另外的一個 飯廳或者燒烤的一個空間 對 他還做了一個小的 這裡去遮擋這個陽光 你看他這裡做一個遮擋陽光 對 看不到 這就是 這可防止的 Grand Outdoor 是 是 OK 然後他也做了很多硬化 讓你的草皮維護 不用那麼多啊 嗯 他也是做了 這個 這個 甲草 是 而且很多 這裡還做一個小牛水 嗯哼 對 這一個小菲池 對 如果你實在想的話 這裡應該可以養幾個小雞 你知道嗎 但是我就怕 有小鳥啊什麼下來的 嗯 因為這個是已經建好了 其實你說真的 如果就那個小水池的位置 把那個 那個 燒烤區的位置 給犧牲掉的話 他變成一個小泳池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但是已經建好了 對 他沒有這個有濕的增上去 然後他旁邊都做這個pam tree 對 旁邊的綠化做得非常好 因為他是counterball嘛 是 所以綠化非常非常好 而且都是甲草 有沒有這個減草的麻煩色 是 像這個綠化他都已經做了啊 其實你自己想要種一些 你自己想種的東西也是可以啊 可以的 你可以改的 十一改種到時候 對 嗯 那隔壁就是 隔壁 因為我剛剛有看到泳池 那個就是隔壁間的泳池 只是我們 他最後 這些客戶入住的時候 會把威力給蓋起來 對 他一把那個分繩蓋起來 就看不到對面了 對的 是 OK 好 在Rothedale展房區為數不多的這個縣房 那在最後跟我們重申一下這個土地面積還有建築面積還有售價 對 OK 他這個土地面積是380平 他的建築面積35個square 是315平 315平左右 他一個square是9.6的這個square meter 然後我們這裡的要價是要170萬以上 OK 他們才會考慮 OK 他們上週 受到一個報價 然後他們拒絕掉 了解 所以的話 現在 不是為數不多 是最後的兩個 可以這麼說 嗯 因為380幾是一個蓋月 我印象中好像380幾 土地好像380幾 380幾 對 380幾 現在如果是一個空地380幾平方米的土地 然後再加上現在這樣的建築 實際上 會超過你剛剛所說的這個價格 最少最少的話 要190多萬三線起來 現在的這個價格 所以 還是很划算的 這個價格 170萬以上的這個報價 是 所以他們 他們 他們之前都收到了 160多萬的報價 他們拒絕掉 嗯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現在當地買家 為什麼都要買縣房的原因 我認為他們已經去 好好的去盤算過 他們發現現在買縣房 是比他們現在買一塊地 然後再等建築把它給蓋好 划算太多 所以現在縣房才會賣那麼快 對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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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這種縣房呢 雖然對自住買家可能有一定的一定的影響 但是你算一下 他把那7%的回報 你拿這個錢去外邊租這個房子租個一兩年還是可以的 而且 對 對 戳戳魚像隔壁那個Grandel已經賣掉了那個Grandel 他的買家也是希望用來自住的 但是他最後接受了Magicum的這個條件 因為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現在買一塊地 蓋一模一樣的 不可能蓋起來 是 在這個價格上面不可能蓋起來 所以他們就很簡單的去接受了這個Magicum的這個要求 因為Magicum這是雙贏了 對雙風有個好處 對吧 是的 OK 好 那非常感謝Ivan的鏡頭 帶我們來看布里斯本 Rochdale這邊買地製建的這種 House and Lens Package的這種不動別墅 那今天就謝謝Ivan 我們下期再見 一分感謝 感謝Jerry 謝謝 掰掰 掰掰